暴力侵害女性问题长期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汇集了2000年到2018年多国数据和调查指出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也就是多达7亿3600万人 在一生之中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对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为此敦促各国政府立法打击暴力 提升女性的经济权利 改善对暴力受害者的援助 这个案例 includes data from 158 countries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by a non-partner for women and girls aged 15 years and older the results paint a horrifying picture an estimated 736 million women almost one in three women globally have suffer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exual violence from a non-partner or both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 调查也发现受害者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在20多岁的时候 恋爱时期就已经遭到亲密伴侣暴力对待 至于丈夫或者是亲密伴侣是最常见的施暴者 受害人数多达6亿4100万人 另外也有6%的女性遭到丈夫或伴侣以外的人性侵犯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这些数字并没有反映出疫情折射下的暴力问题 研究表明封锁限制导致暴力问题加剧 让女性陷入更大的风险 敦促各国采取有效行动 遏止暴力侵害女性问题 遏止暴力侵害女性问题